- 吹回星星各領提心的記檔 - 鳳文盟囉 電視的觀眾朋友來玩 - 鄉親師傅 大家好 - 大家好 - 我們第二段回來 - 秀凡姐 - 李秀凡 - 名字很好聽 - 我秀凡就好 - 頂美姊 - 哈哈 - 你叫我秀凡姐 - 我都要站起來了 - 不好意思 - 我們就結合運動 - 謝謝 - 謝謝 - 謝謝 - 人家的阿秘凡都叫我劉姐 - 哈哈 - 我去看 - 我去看 - 阿咪伯伯伯伯伯也叫我劉姐 - 哈哈 - 它是一個情報 - 是是 - 不好意思 - 現在回來後 - 我們就跟秀凡姐 - 我們高雄共同 - 跟海賴光雄師師傅 - 我們來關懷說 - 我們今天我們的社會 - 比較太好拍拼了 - 如果你要關懷社會 - 不是說青菜的人說 - 我就想要來關懷 - 你關懷沒落來 - 反正會越關懷越好 - 我們要關懷這個 - 就是說 - 你怎麼為這個 - 什麼地方的著手 - 你怎麼出的店 - 怎麼進去 - 怎麼出來 - 這都有一個SOP - 我們現在說 - 雙方的位就是這樣 - 是 - 我們今天跟秀凡姐 - 我們來講 - 你要做的是 - 做社會中 - 相當陰暗的 - 那邊的 - 是 - 因為陰暗的 - 不是說青菜的人說 - 警察可以純粹幫忙 - 警察也不一定幫忙 - 對 - 法官可以幫忙 - 如果你要尋到恐龍法官 - 你的傷害 - 你的傷害 - 你的傷害又越來越重 - 是 - 你說 - 要叫我們家裡的人 - 打開家裡的人 - 他就顧家庭的民主 - 他又沒有 - 結果就是犧牲這個孩子 - 這些弱勢者 - 就是被犧牲的一個案 - 我們今天跟秀凡姐 - 要說一些實力 - 只要不要去說 - 對方的小名 - 是 - 小名這件不要跟他們說出來 - 對 - 打開家裡都差不多了 - 我們來說一些實力的個案 - 讓大家做參考 - 阿伯,你剛才這個時候 - 你就知道 - 要怎麼切一半 - 我要跟大家分享 - 就是我在網家 - 七八年時間 - 我剛才一個案例 - 就是說這個媽媽也很無聊 - 因為她也離婚 - 就是帶兩個三個兒子 - 過生完 - 但是這個媽媽的妹妹 - 就是因為吸毒 - 然後被抓去戒毒 - 樂戒 - 但是這個妹妹也有一個兒子 - 小學六年級 - 她就搬來跟這個阿姨大就對了 - 阿姨當然也很好心 - 跟她當作跟她的兒子 - 跟她親就對了 - 她上小學 - 也跟她女兒同一個小學 - 有一天這個 - 這個妹妹 - 妹妹的妹妹 - 就是小妹 - 第二個女兒 - 就跟媽媽說 - 媽媽媽媽媽 - 那個哥哥 - 都脫姐姐的褲子 - 這個妹妹才五歲 - 姐姐小學四年級 - 媽媽就說 - 你五歲 - 黑白亂說 - 她就不相信這個妹妹講的話 - 這時間也經歷過了 - 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 有一天就是說 - 這個媽媽的阿姨去他們家 - 姑姑去他們家 - 突然間開門的時候 - 看到這個小男生 - 趴在這個小女生身上 - 就是有這個性侵的動作 - 跟媽媽說 - 媽媽親眼看到 - 她才相信說 - 原來她的女兒 - 已經看過了 - 已經看過了 - 對喔 - 已經漫長的過程當中 - 一年多的時間 - 是飽受這樣子的折磨 - 我要說就是 - 現在的這種單親家庭很多 - 她們都來自不同的家庭 - 但是你看 - 吸毒也在這個家庭裡面發生了 - 性侵也在這個家庭裡面發生了 - 但是這個女生呢 - 她能說嗎 - 她沒有說 - 她也不知道這個行為 -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 所以在我們社會上可以看到 - 就是說 - 我們隨時隨地 - 要多一點關心 - 就是說 - 多一點雞婆 - 在這個家庭裡面 - 因為爸爸 - 不是她自己的爸爸 - 是媽媽交的男朋友 - 那媽媽又要忙於工作 - 因為他們也是低收的家庭 - 這個事情齁 - 在我心裡面 -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四五年了 - 其實我一直沒有辦法 - 忘記這件事情是 - 我在想六年級的小孩 - 為什麼她有辦法 - 有這種行為 - 在我的想法裡面 - 一年以來 - 像我現在這個年紀 - 我覺得說 - 像我兒子也是小學六年級 - 我認為這個六年級 - 應該是很天真 - 活潑 - 每天就是打球 - 運動 - 然後讀書 - 我想他們的工作 - 除了家 - 我不知道他們還有什麼事可以做 - 但是不是 - 有時候大人的一個動作 - 一個行為 - 比如說 - 現在手機很容易看得到的什麼 - 色情頻道 - 這對孩子 - 他對他們來講也很容易取得 - 因為他只要隨便按一個 - 我已經滿十八歲了 - 或什麼 - 他都可以隨便取得這樣子的資訊 - 但是 - 他不知道是對還是錯的 - 她覺得只要他- 只要你去旁邊看得到 - 對啊 - 你說 - 像高中 - 尬國中 - 國中現在就尬到小學 - 還有這個 - 維他命的吸食 - 也是越來越年輕化 - 這也是我在 - 我們 - 這些我一直很憂心的部分 - 性侵 - 跟這個毒品的泛濫 - 所以我就心很痛 - 就是說 - 這個小學四年級的女生 - 她被性侵了一年多 - 結果這個哥哥念國中了 - 她被送到一個新竹的一個 - 大概是那種感化院或教養院之類的 - 但是 - 一個機構辦的 - 機構辦的收容中心 - 大概是這樣子的 - 是 - 那我又反思一個問題 - 就是說 - 今天這些孩子 - 又把他們集中在一起 - 因為這些孩子 - 都是同樣性侵的孩子 - 他們又會親住宜蘭送宜蘭 - 又聚在一起了 - 那是不是就變更厲害呢 - 這也是我一直放在心裡 - 很憂心的問題 -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 - 到底怎麼了 - 那我們的政府 - 到底可以為這些人 - 這些孩子做些什麼 - 不是在嘴巴上講說 - 我今天我社會福利要做得很好 - 我今天什麼要給孩子什麼東西 - 我想這都不是真正他們要的 - 我們是要落實在地方下 - 這些民眾 - 這些孩子 - 我們真的為他們 - 爭取到了什麼 - 我們真的保護他們了嗎 - 我想這是我們要深思的 - 嗯哼 - 尤其 - 剛才有這個 - 一般 - 你如果說跟家裡的人說 - 跟阿公阿嬤說 - 或是跟爸爸媽媽 - 其中的爸爸媽媽 - 因為他的家庭 - 都不是說很健全的 - 對 - 如果有健全的家庭 - 可能他可能會放給他這樣 - 是 - 比較減少 - 不是說不自已這樣 - 怎麼會減少 - 但是跟家裡的人說 - 會說 - 啊我每天都要減少 - 還要減少 - 還要減少 - 還要減少 - 沒了 - 親子的 - 聚配給他 - 親子的 - 親子的 - 親子不敢說 - 他會怕得到 - 對 - 因為他說的是事實 - 結果電腦叫人生理 - 這樣我講可能不對 - 我講錯了 - 或者是我不該講的 - 孩子電腦不敢說 - 那這個其實對他來講 - 這是心靈的 - 黑暗面 - 永遠不會好的 - 對 - 還有他的兄弟 - 不是只有那個女兒 - 本身 - 他的妹妹 - 對 - 他的妹妹 - 那個小孩 - 那個眼睛就 - 看得到 - 就看得到 - 沒應該看得到 - 這個上面 - 對 - 還主要這個 - 我們的男子生氣的時候 - 都保證 - 透通兩種 - 一種是透通好的 - 一種是透通不好的 - 這樣 - 這樣 - 這樣 - 後續 - 應該是後續 - 還要很多 - 社會 - 力量 - 投注 - 家庭裡面 - 家庭裡面 - 這樣 - 這樣 - 蔡英文說這樣 - 我們的 - 現出是 - 台北市政府 - 都沒有在做到 - 就我知道了 - 台北市政府 - 並沒有對這個事情 - 已經有做什麼樣的介入 - 藉了小女生 - 我想她現在應該也念國中了 - 這樣對她來說 - 這是一輩子心靈的 - 這是沒有辦法撫平的 - 一個很大的一個痛 - 最近又變動了 - 會不是大好就大壞 - 所以說 - 她的後續 - 我們怎麼樣去輔導她 - 讓她知道說 - 原來這個事情 - 在她生命過程當中 - 是怎麼樣的 - 應該怎麼樣去撫平她 - 當然不可能 - 讓她忘記這一段 - 但是要怎麼說 - 怎麼樣是對的 - 怎麼樣是錯的 - 那你碰到這個事情 - 我們要該怎麼樣 - 現在已經國中了 - 那這個媽媽呢 - 她也找到穩定的工作 - 她也離開了那個環境 - 帶著妹妹也離開 - 因為她也住在我們的中正區那邊 - 那現在也離開那邊 - 我跟她也是有保持聯絡 - 她的這個媽媽的媽媽 - 跟我也是好的好朋友 - 我也很熟悉 - 所以我也就是說 - 很關心這個媽媽 - 我也說如果說 - 有需要在工作上面 - 我們可以提供給她 - 一個好的就業機會 - 讓她可以穩定下來 - 當然低收 - 照顧的小孩 - 對 - 我們遇到這種家庭的困境 - 難免一時會有這種不方便什麼 - 我想這個 - 難免都會遇到啦 - 但是就是說 - 在適時的時候 - 我們給她好的介護 - 就是說 - 可以讓她到一個 - 她很安心的地方 - 或者說讓她的收入穩定 - 我想很多的事情 - 在她家庭裡面來講 - 可能就會變成一個 - 比較不是那麼嚴重的事情 - 至少讓她經濟穩定 - 有一個好的安定的居住環境 - 至少她的心靈裡面是安定的 - 是啊 - 你現在這樣說就是 - 給她好的好的 - 給她好的居住環境 - 給她這個就是要動用到 - 社福機構 - 是 - 我們現在還說回來 - 這個社會福利 - 台北市的社會福利 - 如果你的看法 - 是 - 這樣對說很需要的人 - 這樣有辦法說 - 申請說什麼 - 這麼容易就通 - 我想喔 - 我們這個社會 - 當然台北市政府 - 它設立了很多的這種 - 針對這個低收的這個 - 申請的門檻 - 當然這是必須嘛 - 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 - 是 - 所以當然他們相對 - 也是要很謹慎的 - 來處理這個部分 - 但是我還希望說 - 針對特例的個案 - 能夠可以即時的給予幫助 - 你說今天比如說我被打了 - 我逃跑出來了 - 我要去哪裡 - 我求住屋門 - 第一我可能不敢回家 - 找我的父母 - 我要找我的好朋友 - 我要怎麼講 - 第三 - 我如果要露宿街頭 - 我也必須有錢嘛 - 也不是住個一天兩天 - 那我要住到哪裡去 - 那就這一生出來嗎 - 不用換衣服 - 不用換洗嗎 - 那我的這個住的 - 住的費用從哪裡來 - 我的生活費要從哪裡來 - 那我們社會 - 我們的這個台北市政府 - 是不是可以真正 - 可以讓這些人就是說 - 我現在真的被打了 - 可以馬上可以一個保護他們的地方 - 你說警察局 - 你光做筆錄就要做多久 - 有的警察也不見得願意 - 涉入這種家庭事件 - 她也跟你說 - 啊 你兒子母的事情 - 大家玩玩就好了 - 這我也敢吵架 - 也是警察在跟你說 - 雖然 - 你要自求多福啊 - 對啊 - 那個我也是這樣 - 我們分局啦 - 不要來這裡啦 - 對啊 - 所以說 - 除了自求多福 - 但是台北市政府 - 可以為我們做什麼 - 我想這是我們 - 要選民意代表 - 能夠拼我們進出的 - 能夠進出到什麼程度 - 這是我們看太多了 - 在我們重情漫家 - 這種案例尤其的多 - 她被打的時候 - 她要跑到哪裡去 - 去警察局做筆錄 - 大半天 - 可能半個了 - 她要怎麼睡 - 還不用休睡嗎 - 啊白天呢 - 謀謀妙妙妙的 - 大家都去上班了 - 要去哪裡 - 要去盲者公園嗎 - 還是要去哪裡 - 還是去 去梁山師 再去參會一天 再去哭一天 去過一天 菩薩我錯了 不好意思啊 菩薩 因為我也是很堅情的 我也是去過幾天 因為我也是很辛苦的 我想說只有媽祖才了解我 菩薩最了解我 我不敢再跟我媽媽說 我覺得說 我們梁山師 也是我們大家所信用的地方 我不是說過幾天而已 我過幾個月 我每天都去 我去念經 因為我相信這是一個心靈寄託 不是說我們迷信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心靈寄託 不管是基督教 佛教 任何的宗教信仰 我覺得都需要 因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心靈的寄託 對著這種事情 你可以給我喪聽 朋友也不一定可以了解我們這麼多 只有去跟菩薩說 跟我們菩薩說 就是懺悔自己 我是不是做的不夠好 所以我今天才會碰到這樣子的事情 不好意思 剛才都開玩笑了 真的我們就是要勇敢 然後要站出來 至少女生我覺得 不是男人當自強 女人更要自強 因為女人不會輸男生的 加油 對啦 要跟她 我們台灣的女婦 你看多勇敢就好 是 在台市的時候 很多父親都被犧牲 對 你看那些女人 要整天 要有家庭 要有兒子 要有兒子 不論兒子去求本書 吃得更大 或是怎樣 一條路也是這樣 拖拖拖 小孩拖拖拖 小孩拖得更大 那些女人就有辦法 走過這種的 這麼難過的路 就有辦法走過 例如說 你去跟菩薩講 你去老麥塞跟菩薩講 例如說我心基督教 我去教會 我哪天都不敢講 因為我怕人笑 我怕後面 我不敢再去這間教會 不然我就要經常去教會 不然就說 你的死鬼怎麼會都黑青 我皮膚比較白 坐這裡 剛才蓋著 我就 所以我們要後續來摸什麼白 要摸一下 因為你看